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不是 对 那好 它的乐器的特点 我先去简单给你介绍一下 就是弓拉弦名 就是一根诅咒弦 其他十二根弦都是共鸣弦 它整个音箱是刮条状 你看 它的共鸣箱 箱体大 所以它的声音听起来比较混响 我什么也不按 自然去拉一下 这个乐器听起来是不是很神秘啊 是的 其实一下子有了这个大魔黄沙的一个场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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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非常聪明啊 非常聪明 老师 这个乐器在乐队当中 它是有什么样的角色 这个萨塔尔呢 在我们这种常规的民族乐团案里来讲呢 它属于特色的拉弦名器 起到一个音色的个性化的一个介入 所以说呢 它具体的一般来讲 演奏的时候呢 对于独咒的形式出现 我可以给你简单的拉几句 好的 那是他散开的一个模式 那是宝贵我 的门 替赪 这些剩下的干脆 替赪 特别好听 这个乐器呢 单独在演奏的时候 都是非常好听的 因为民乐器里边呢 就是带共鸣香的乐器 其实不是很多的 而且像这种公妈弦敏的乐器呢 也不是很多 我自己练这个乐器的时候 我第一次拿来的时候 其实好多人听完以后 也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它这个乐器 跟我的这种学习的二胡啊 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是的 你看它这个乐器 你如果控制不好 它出现是这种声音 然后有那个钢丝的这个声 但是它什么让我着迷呢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回响 它的这个十三根弦的这种 共鸣的这个效果 它有深深的把我给打动了 刚开始学的时候 你上把位 由于我的身高有限 确实是 这个乐器可能有的时候 对于我这个身高来讲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然后呢 那我就只能先 放在这个把位 找到第一个音 我刚开始学的时候 是跟中央民族歌舞团的 阿比利老师学的 他有那么几节课呢 他教我一下这个 就是基本的这种演奏法 以这种滑柔为主 然后呢 比如说你拉长音的时候呢 它自然的就带那种 你说这几个人具体有什么含义吗 你看我现在马上说 我也说不出来 但是我就感觉 随着这种情绪的转换 就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乐器看似神秘 其实演奏起来也是很神秘 对对对